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 等下来讲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2年10月20号 这一期啊,咱们聊一聊就业 聊一聊最近比较热的詹艺谋 首先啊,这两天网上一个传言啊 说在深圳谋大厂 就一线互联网企业 这个员工食堂里面 说一到吃饭的时间啊 就大量的孕妇 因为孕妇好人呢 他一般都是不是穿着那种防护服啊 就是那种防辐射的孕妇装 说在这个食堂里面啊 一到吃饭点就很多这种孕妇都来了 说这个深圳的大厂啊 一线企业要么就是华为嘛 要么就是腾讯嘛 我觉得可能说的是腾讯啊 为什么有这么多孕妇呢 说这些这个互联网企业的这些员工啊 担心自己被裁掉了 因为现在腾讯啊 是一波一波的在裁员 根本就没消体 那这些信存者啊 就是没有被裁掉的这些女员工啊 他们就干脆啊怀孕 被孕对吧 很多就怀上了 没怀上呢 也说自己反正做好怀孕计划了 怀孕准备啊 没生孩子的准备生孩子 生了孩子的准备生二胎 生了二胎的 有人可能准备生三胎 这个也有意思啊 因为根据劳动法啊 他只要一怀孕 叫三妻女工 叫哺乳妻嘛 怀孕期还叫什么 总之叫三妻女工 你是不能裁的 除非你企业倒闭了 那这些女工呢 现在纷纷怀孕 这样你腾讯对吧 或者华为你裁员 你裁不了他们了 他们战胜安全了 这也是个办法 叫无心插柳柳成英呢 你看啊 国家号召 对吧 大家多生孩子 二胎三胎 但是呢 这些年轻人呢 无动于衷 现在反过来了 主动怀孕 这叫战略性怀孕 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啊 以前在职场上面啊 很多女性啊 都尽量的推迟自己怀孕 有的推迟推迟了 最后就不怀孕了 确实是这个 生孩子 对你这个女职工来说 是个坎 总之比较影响他的职业规划 和职业生涯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很多企业招聘的时候 就非常在意 你有没有怀孕 有没有生孩子 如果你年龄很大了 但是还没生孩子 很多企业就不爱要了 你认为我一把你招来 你可能就要怀孕了 就要生孩子了 如果你说生了两个孩子了 很多企业觉得踏实了 至少不会你 一把你招来一签合同 你就备孕了 这个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我认识很多女同事啊 她最后都没生孩子 到现在也不知道咋回事呢 年轻的时候 刚毕业 她不可能一到公司去 就怀孕了 所以她一般都是工作个两年 如果这两年很普通 很多人可能就怀孕了 有的这两年干得还不错 生了一个小主管 那她到了生孩子年龄 她也不生 为什么呢 她就担心 她一回去生孩子 这一年时间一耽搁 她这个小主管的位置就没有了 有的甚至 可能万善一步会升个总监之类的 正在竞争这个职位呢 这么关键的时候 怎么可能跑回去生孩子呢 等等啊 就大家想象就知道了 尤其在中国这个年轻的白领啊 有城市白领 其实压力很大 大家要买房子 要过上好的生活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业规划 所以这个生孩子 特别耽误这个职场女性 当然了 有的女性 她对这个职场 她无所谓 对吧 她就是打渐游 上一天班 试一天班 这种无所谓 但因为很多有想法的这些女性啊 就比较麻烦 所以你看城市的啊 这白领女性 生育的年龄都是越来越往后拖啊 结婚年龄也越来越往后 结婚年龄也越来越大 生育年龄也越来越大 这个城市里面白领女性 最后都成为什么高龄产妇嘛 高龄孕妇 这也是个趋势啊 也是被逼的 确实有人一推再推 最后就错过了 算了 不要孩子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 经济发展越好的时候 这种现象越普遍 经济发展再好起来 这农村里很多女孩子结婚的晚了 以前农村的女孩子18岁结婚了 那普遍现象啊 现在很多落后的地方 农村女孩子18岁就定亲啊 就差不多就结婚了 等到到了法定年龄 再去打结婚证 再去补结婚证 这是很多农村的这个普遍做法 但是啊 随着经济发展 如果经济还像前几年那么高速发展 农村里很多女孩子 她的结婚晚了 因为她走到城市去了 开阔了眼界 她也在找工作 也去打工 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 只要她有想法 想自己独立 想多赚钱 那么她结婚呢 势必就越来越晚 连农村里都有这个趋势 以前农村里面 女孩子20岁嫁不出去 21、22岁没生孩子 这个可能都是有问题的 在农村里面 别人都要传闲话的 都要说你这个女孩子有问题 但是现在你看农村女孩子 25、26岁没结婚的 也比较多了 也不稀奇 这就是经济越发展 这个女孩子结婚就越晚 生孩子更晚 这是个规律 但是现在你看 反过来了 这些女性 在互联网企业里面呢 纷纷去怀孕 不管是生过一个孩子 还是没生孩子的 赶紧怀孕 抓紧时间 抢跑啊 估计有人匆匆忙忙 领了结婚证 赶紧就备孕去 为什么 大家想一想 马上年底了 新的一轮猜员又来了 这回猜员可能是20% 30% 有的整个部门给你断掉 这个部门考核不行 对吧 不赚钱 或者盈利达不到预期 直接就整个裁掉 我想啊 今年这个行情 大家也知道了 这个经济什么情况 现在10月份了 11月12月 大家想一想 这些企业猜员 那可是不眨眼的 我在去年 应该年底这时候 就做节目就说了 今年啊 这些互联网行业 是第一个倒霉的 房地产已经倒霉过了 惨的不能再惨了 互联网是今年倒霉的 明年是金融行业 明年最惨不过是金融行业 干金融的都很惨 明年再说明年的 咱们今天就说互联网行业 年底20% 30%的猜 大家也知道 这是行业猜员呢 不是哪个公司猜员呢 这个公司经营不上猜员了 那我可以去别的公司啊 还是好事呢 对吧 我领一笔这个补偿金 马上就去别的公司上忙去了 说不定工资还涨了 这是好事啊 三事办成喜事了 喜丧嘛 但是现在是整个行业不行了 整个国家经济不行 然后呢 行业也不行 互联网行业 整个的倒头 在走下坡路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被腾讯裁掉了 大概率是找不到工作的 就得回家了 要么就是送外卖 要么就是开滴滴 你说女孩子 你怎么送外卖 怎么开滴滴 反正都要差点 送外卖开滴滴 还都是男的 马农被裁之后的 最优选择就是开滴滴 送外卖 头脑灵活一点 可能比别人送的多一点 效率高一点 那你说这个职场女性 她送外卖开滴滴 就要差一点 所以如果被裁掉了 那就意味着失业啊 找不到工作啊 被迫变成灵活就业人口 谁愿意呢 所以这些女性被迫出此下策 以前都不愿意提前生孩子 有人不愿意生二胎 现在被迫生个二胎吧 毕竟国家还好像有点政策 扶持二胎 对吧 好像有点优惠吧 然后你只要生二胎 你至少是在18个月 甚至两年里面 她不能裁你 从你怀孕开始 到生下来产假等等的 还有哺乳期 最少是18个月 是个安全期 别人裁不了你 你有护身符 有金钟罩 有缓马挂 先扛过18个月再说 对吧 18个月一过 说不定经济好了 也没有裁员这必要了 你也回去上班了 18个月一过 那个企业不在了 那你也赖不着企业 这企业都不在了 当然了 企业不在了 前提他是破产 那他也得给你这个工资 一分都不能少 补齐 而且赔偿补偿也给足 所以这叫无薪插柳 柳正英啊 照这么下去 说不定明年这个 新生儿出生率 是不是要提升啊 新生人口 不说一千万以下了吗 说不定还能回到一千万以上 全国人民都学习啊 不管腾讯的女工这么干 其他的单位女工都会这么干 还讲什么事业啊 现在保住放往是最重要的 保住工作是最低要求 这叫底线思维 保住工作要紧 所以赶紧怀孕 你看 这是不是叫 无薪插柳正英呢 那对于企业来说呢 他肯定想办法少算钱 你正常上班 一个月可能两万三万 你休假 产假或什么假 总之他给你算成一万块钱 估计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各个公司的 工资的构成不一样 他肯定想办法 把你这个费用压得最低 你至少什么奖金没有了 全金奖没有了 等等 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从企业角度来说 那企业为什么裁员呢 因为他经营不下去了 出现困难了 先进流出问题了 他不裁不行 本来他通过裁员 来实现自保 把费用降低 让企业能够存活下去 这不就是李克强说的 这个市场主体吗 把市场主体要活下去 才能解决就业啊 你看这些企业 本来通过裁员 让自己先能活下来 等以后好了 再发展再壮大 再有扩招 不就这么一个过程吗 但现在问题是什么呢 你看本来通过裁员呢 结果一裁吧 人没裁掉 或者把人裁掉了 这边呢 休假的人多了 全部回家了 变成孕妇 导致企业的计划落空 他不仅人裁不了 反而还多了一笔支出 就是这些人 他没办法上班呢 他休假了 休产假 那你这个岗位相当于要多招人呢 你本来要裁掉100个的 现在只能裁掉30个了 然后还养着一大批 同时回家休产假的 那这个企业不就是雪上加霜吗 不加快了他破产吗 以往啊 这些女职工啊 他不可能不约二童的同时去怀孕了 哪也这么巧呢 但是现在你看为了躲避猜员 年底猜员呢 大家都算到了 所以不约二童的去怀孕 那到时候生孩子不也时间差不多吗 那突然啊10个月以后 就是明年呢 这个腾讯一下少了好几百人 都回家生孩子去了 那那是腾讯还能润转下去吗 他是不是要重新招人呢 腾讯啊 好歹还有钱 估计家大业大 经得起折腾 那其他的小企业呢 估计一下就卸菜了 黄掉了 所以说这种叫战略性怀孕 也给企业增加了负担了 让企业更加雪善加霜 乌漏偏风连衣雨 本来企业先通过猜员来活下来的 结果他这一猜员不仅活不下来 还加速了这个破产 加速倒闭 我从职工的角度来说啊 我是赞成这些女职工 现在赶紧怀孕 这个确实是自保的办法 没有办法 千万不要小看这个 现在怀孕了 至少未来两年的吧 你是安全了 因为你现在在哪个单位被裁掉 你都很难再找到工作 即便找到工作 那工作也差得多了 所以从这女职工角度说啊 怎么利用劳动法 利用合同法 都是应该的 这个人你不自保 什么是自保啊 趁经济行事不好 赶紧生孩子 这也是个不错的安排 对企业来说 那就没办法了 但是同时啊 估计也给那些 正在找工作的女性 增加了困难 很多企业可能就不敢要了 更不敢招女性 这女性啊 没找到工作的 估计找工作就稍微难一点 那这个是没有办法试啊 所以内卷 卷出了新高度 一切都是经济下行啊 惹的祸啊 经济不行 经济不景气 所以目前看啊 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呢 尤其是年底了 小心被裁 能坚持不裁员的企业 也不容易啊 因为它自己扛不下去了 互联网行业都扛不住 我相信其他的行业 只会比互联网行业更惨 只是关注的人少 因为他们很难发出声音 今天还有个新闻啊 有可能是传闻 就是说詹艺谋啊 已经润到美国了 而且还发了照片啊 詹艺谋在那个美国 那个超市里面买菜 说詹艺谋是受伤吧 看那样子反正是很憔悴啊 很消瘦 如果不说明这个是詹艺谋 我都认不出来啊 有人传言啊 说詹艺谋已经全家都到美国了 住在美国的豪宅里面 詹艺谋 还有他那个 四十多岁的媳妇吧 詹艺谋自己七十多岁啊 然后三个女儿吧 全部运到美国了 其实运到美国又无所谓啊 关键是什么呢 关键好像是两个月前吧 有传言啊 说詹艺谋他不在无锡吗 他安家在无锡啊 他无锡的豪宅 那个别墅要卖掉 而且是什么 急于出手啊 打五折 往处卖 后来就媒体挖出来了 媒体就爆料啊 就传言说詹艺谋要润了 好像詹艺谋的这个妻子啊 就那个四十多岁的媳妇 还出来辟谣 说我们卖房子 是有别的目的 不是要出国啊 不是要润到国外去 还辟谣呢 结果呢 没两个月 詹艺谋全家已经在美国了 詹艺谋这个人呢 可能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评价 第一个对吧 他好像是御用的 这种国家大产面 对吧 大制作 大策划 都离不开詹艺谋 大的活动 都是詹艺谋导演 所以这一方面 说明这个政府啊 这个宣传部门 又重视詹艺谋 又需要他 但另外一方面呢 詹艺谋他又拍不来电影 他拍的那一片子啊 一年比一年烂 那能不能说詹艺谋 是江郎才进了呢 我觉得不能这么说 只能说现在这个风气 这个舆论 这个环境和影响 詹艺谋啊 没有办法再拍 他那个所擅长的片子了 当詹艺谋看到 吴京拍的战狼之后啊 估计詹艺谋就知道 自己完蛋了 跟不上潮流了 歇菜了 休息吧 但是国家你看 一搞大活动 大产面 大型体操啊 又需要詹艺谋这人 不能让吴京来吧 所以詹艺谋这个人 估计也很憋屈啊 这是我个人认为的 我估计他在中国啊 可能不是那么爽快 这十几年好像詹艺谋都没倒什么片子嘛 好像去年还是前年倒了个片子 票房的垫底 我应该有印象 他是倒了个什么片子 票房垫底 所以詹艺谋如果润到美国了 这个就值得大家关注 首先一个 他可能影响那些明星 对吧 那些这个娱乐圈的人 那些拍电影的导演 估计大家都想润到国外去 反正在国内你也拍不了片子了 你拍那片子没人看 咱们要看战狼 咱们要看文化自信的 你老拍那些五七八糟的 老是揭露社会阴暗面的 这不符合主旋律啊 所以拍不了了 拍不了片子呢 你在国内待着干啥呢 有钱的赶紧就润了 当然了 他们到国外他也拍不了 对吧 他在国外拍没人看 所以这些搞艺术的人呢 这些导演 对吧 这些明星 就两难 润到国外去吧 有点舍不得 在国内吧 啥也干不成 说不定还差你税 说话说错了 立马就要网报 一到中大节日 就有可能要飘杂 等等吧 就是这种稀奇古怪的事 都有可能发生 这说不好 所以还是润到国外比较安全 所以我觉得詹艺末一走啊 他是一个标志啊 因为你看 詹艺末在国内地位还是有的 刚才说了嘛 大型活动 你还离不开他 说明他还是有地位的 连这样的人 他都要润到美国去 那你说那些 什么二三线的那种 导演明星 你还有什么笨头呢 而且风险还挺大 前一阵子是不是有个规定啊 就是那个 中国的明星 演艺人员 你不能叫英文名字 得叫原名 得叫你身份证的名字 你还自己给自己起个什么 艺名都不行 好像是这样的啊 我没太关注 但是我印象里有这么一个规定 好像那个什么 那个一个女明星 她名字不是英文的吗 都改了 叫什么杨颖呢 还有个叫什么艺名的 都得改成原名 再加上啊 这个咱们这个敏感点也比较多 稍有不慎 就不知道处到哪个敏感点了 把你封杀了 然后再秋后算账 这个都指不定的事 有理由相信啊 这些演艺圈的人 这些导演 这些明星能跑的都跑了 不能跑的 正在跑的过程中 他只是不能对外说 正在办理手续啊 这才多长时间啊 半年都不到吧 或者一年 我记得去年 是不是很多人 国外的这个华人 对吧 变成中国人的 那个像什么 陈凯歌的儿子 把美籍放弃了 回中国 然后什么谢霆锋 还是谁啊 等等吧 放弃什么加拿大籍 变成香港籍 还是中国籍 等等 才一年前啊 我记得一年前 我还做过这个节目 你看一年时间就倒个够了 这个恐怕不是经济原因 我觉得这个现象值得关注 值得深思 让人感觉啊 叫春江水暖压仙芝 那个船要沉啊 这是船上的耗子 是第一个知道 是不是预示着更大的风暴 要来临 咱们密切关注 好 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